今日财经快报 欧洲强烈反对欧盟拟对华电动车加税 迪士尼启办技术创新办公室 探索AI、M2等前沿技术 英伟达股价翻9倍 市值拉开英特尔差距 美股关键时刻 哈里斯民调逆袭 降息在即 AI豪赌6巨头 乌军少将杰鲁 用库尔斯克州换乌克兰领土计划泡汤 美银 花旗 特朗普当选抛售美股 美国富豪大举逃离 创纪录朝永癌 特朗普股市大变革 交易时长延长至5.5小时 以色列要俄罗斯调解黎巴嫩冲突 客攻做出回应 卡萨布玉空袭不幸身亡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美联储降息在即 黄金走势如何受影响 本周黄金价格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和美联储政策预期的推动下 引起广泛关注 周四达到历史新高2790.15美元后 因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上升 出现小幅回调 但整体表现依然强劲 维持在高位 黄金走势回顾 创下历史新高后回落 周四一度创下每盎司 2790.15美元的历史新高 之后因获利了结 和美元走强小幅下跌 截至周五 现货黄金报2736.28美元 下降了0.2% 美国10月就业数据表现不佳 仅增加1.2万个 创下近四年来的最小增幅 尽管就业数据疲软 但美元和美债收益率 仍然有所上升 给黄金带来一定的压力 分析师认为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与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均对黄金需求形成了重要支撑 并且美联储降息的概率增加 为黄金市场提供了支持 此外 机构投资者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 将黄金视为对冲工具 其他贵金属市场表现 也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现货白银下跌了0.7% 勃金价格小幅上涨0.3% 把金则下跌0.4% 美国大选后 富人出逃潮 美国富人计划 在总统选举后 无限期离开美国 据移民领域专家消息 因担心出现骚乱 美国富人大量计划离美 移民律师表示 11月5日大选前夕 富人离开美国的计划不断增加 因为许多人担心 无论谁获胜 都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 高收入家庭的律师和顾问发现 寻求第二本护照 或海外长期居住权的客户需求 创纪录增长 亨市咨询公司 私人客户部负责人 多米尼克 沃莱克表示 我们从未见过 像现在这样的需求 富有的美国人 首次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客户群 占其客户群的20% 计划移居海外的美国人数量 比去年增加了至少30% 俄央行征回被冻结资产 俄罗斯央行行长 纳比乌林大 日前在俄罗斯国家度马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正在展开追回被冻结的黄金 和外汇储备的工作 但相关细节目前无法披露 去年2月 俄乌冲突升级后 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 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今年6月 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 同意把俄被冻结资产的收益 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 10月25日 七国集团就利用俄被冻结资产 援助乌克兰达成最终协议 年内将启动约5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谴责西方这种做法 为强盗和小偷行径 美联储降息幅度几何 从货币规则看利率未来 美国的降息路径预测报告认为 在软着陆假设下 明年失业率4.4% GDP增速1.8% 加核心 PCE价格指数同比2.2%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从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四季度的累计降息幅度 约为150基点 在最差情况下 明年失业率500分 加10G GDP增速0.5% 加核心 PCE价格指数 同比1.4% 累计降息幅度约为450基点 报告还提醒 美联储不会机械地遵循政策规则 美联储会参考政策规则 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 欧洲强烈反对欧盟拟对华电动车加税 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引发欧洲多国反对 企业界和学界人士认为 这将拖累欧洲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损害中欧经贸关系 也不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柏林博兰登堡汽车供应商协会国际部负责人 米夏埃尔·博斯认为 欧盟这一决策将加剧贸易争端 阻碍德国和欧洲的电动汽车推广 威胁到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德克指出 欧洲汽车企业普遍反对这些关税 担心中国市场的关税反制措施 使他们失去中国的消费者 荷兰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罗兰·布劳沃 呼吁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 认为这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 避免损害贸易关系 迪士尼启办技术创新办公室 探索AI、MR等前沿技术 迪士尼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 来管理公司对人工智能和混合现实等新兴技术的使用 电影工作室技术主管 Jamie Voris 将领导这个新成立的技术赋能办公室 负责探索应用于消费者体验 创意项目和业务的新技术 迪士尼娱乐联合主席 Ellen Bergman表示 人工智能和扩展现实技术发展迅速 将对未来的消费者体验和业务产生深远影响 新团队的成立是为了抓住这个机遇 同时审慎管理其中的潜在风险 新团队预计将增至约100名员工 英伟达股价翻9倍 市值拉开英特尔差距 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 在美东时间11月8日开盘前 加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过去24个月内 AI带动了涨势 推动英伟达股价上涨900% 市值与英特尔拉开差距 迄今为止 道琼斯工业指数 是唯一一个没有纳入英伟达的 美国主要基准股指 Advisors Asset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 Scott Collier认为 英伟达是一家经营良好的公司 加入道琼斯指数 表明了他近年来的涨势有多强 这也凸显了AI日益繁荣的趋势 美股关键时刻 哈里斯民调逆袭 降息在即 AI豪赌六巨头 美股市场站在十字路口 多重因素交织考验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以微弱优势反超特朗普 牵动着投资者的神经 美联储最关注的核心 PCE指标显示 通胀仍然顽固 劳动力市场依然展现出韧性 科技七巨头中有五家发布财报 尽管巨头们在营收和利润上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但与AI相关的资本支出居高不下 令投资者愈发担忧回报问题 美国大选结果和美联储利率决议 将成为决定市场短期走向的关键事件 标普500指数 已经累计上涨20.1% 但是否能创下本世纪的最大年度涨幅 尚且不确定 乌军少将杰鲁用库尔斯克州换乌克兰领土计划炮汤 乌克兰武装部队少将德米特里 马尔勤科称 乌军最训练有素的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开展行动 但用库尔斯克州换取乌克兰领土的计划行不通 马尔勤科表示 对于俄乌冲突 他不明白正发生什么以及所发生事件的原因 可能有某种秘密计划 他目前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此外 马尔勤科还称 乌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展不顺利 原因包括缺乏弹药 兵力不足等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称 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塞立多沃地区 美银 花旗 agree 特朗普当选抛售美股 美国银行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认为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 投资者应该考虑抛售美股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减税和移民限制 推动通胀和利率上升 令股市面临风险 相反 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胜选 投资者应逢低买入 因为科技股持续上涨的现状有望维持 哈特内特还建议 如果政府支出受到限制 应买入债券而非黄金 如果关税迫使欧洲央行 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降息 则应买入欧洲股票 花旗集团的策略师斯科特·克罗纳特持相同看法 认为特朗普获胜将导致投资者离场 而哈里斯获胜则是一个买入机会 当前 美银和花旗的观点与市场普遍观点相左 市场普遍认为 特朗普获胜将提振美股 而哈里斯潜在的加税政策 则被视为相对利空股市 美国富豪大举逃离 创纪录朝永来 美国富人计划在总统选举后 无限期离开美国 移民律师表示 在11月5日大选前夕 越来越多的美国富人计划离开美国 因为许多人担心 无论谁获胜 都会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 高收入家庭的律师和顾问发现 寻求第二本护照 或海外长期居住权的客户需求 创纪录增长 亨市咨询公司私人客户部负责人 多米尼克 乌莱克表示 富有的美国人 首次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客户群 占其客户群的20% 他还说 计划移居海外的美国人数量 比去年增加了至少30% 该公司从未见过 像现在这样的需求 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 美国富人的出逃潮 愈演愈烈 他们担心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选择逃离美国 寻找更安全和稳定的生活环境 Tokyo股市大变革 交易时长延长至5.5小时 东京证券交易所 将从11月5日起 延长股票交易时间至5.5小时 交易结束时间 推迟30分钟至下午3点半 这是东交所 自1954年以来 第一次延长交易时间 该举措旨在提高 在系统故障发生后 恢复交易的可能性 并为海外投资者 提供更加便于参与的环境 变更后的交易时间为早盘上午9点至11点半 午休一小时后 午盘为12点半至15点半 东交所还将引进收盘竞价制度 提高收盘价的透明度 此前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宣布计划延长股市交易时间 你将交易时间延长至每个工作日22小时 待监管批准后实施 延长交易时间将为投资者和经纪公司带来更多机会 但也将对股票交易和收益处理方式产生影响 以色列要俄罗斯调解黎巴嫩冲突 客工做出回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愿为调解中东地区局势提供帮助 佩斯科夫称 俄方与中东地区冲突各方保持接触 包括以色列 伊朗 黎巴嫩等 如果我们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有效 那么俄方愿意这样做 此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表示 对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 双方之间有可能达成折中方案 俄方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普京称 局势很严峻 俄方正与以色列 伊朗保持接触 希望双方在某个时候 停止无休止的相互打击 找到双方多满意的解决方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曾指出 一年前在加沙开始的战斗行动 如今蔓延至黎巴嫩 地区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波及 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对峙急剧升级 这一切就像连锁反应 使整个中东地区处于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卡萨布遇空袭不幸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11月1日早些时候 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空袭行动中 击毙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高级官员伊兹 丁卡萨布和他的助手艾曼 艾耶什 卡萨布负责哈马斯与加沙地带其他组织的战略和军事关系协调工作 并有权做出军事决策 哈马斯方面目前尚未回应 以色列展示强硬立场 哈马斯拒绝了临时停火和部分交换被扣押人员的提议 并称以色列提出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媒体报道 伊朗准备在美国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 以回应以军10月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展开的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主任称 伊朗将做出严厉让以色列后悔的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如今比以前有更多选项打击伊朗 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